青衣計名協會之後 再度有新盤推出 說的就是宏安地產旗下惠南 項目坐落在遼浦路8號 發展商曾經表示大部分單位都享有海景 惠南提供320伙 戶型以細單位為主 只有開放式同一房間隔 項目2018年頭得 屬於青衣最貴地皮 每呎樓面地價是$8491 我們青衣區位於香港中心 九橋匯聚 由1974年南橋通車之後 到近年廣泉州大橋 和港珠澳大橋商界落成 基本上連接香港九龍新界大灣區 和機場也很方便 未來政府還積極研究 11號幹線支線 剛剛已撥款3.19億去做研究 未來大大改善新界連接西部 來往九龍交通 我相信青衣區區內的樓價走勢 相對地比較穩定 因為我們青衣區絕大部份的住客 都是分支家庭 因為我們絕大部份都是用家去支持市場 我們青衣區的公屋和舊式的居屋 差不多接近一萬個單位 對於這班住客 其實當日他們入伙 仍是小朋友 到今日已去到成家立室的年齡 亦都是我們青衣區 這班比較龐大的剛性需求的上車客 項目鄰近的長亨商場 亦都設有多間民生商店 超級市場以及便利店等等 如果想沉迷更多選擇 可以到區內的大型商場青衣城 佔地五十八萬平方尺 設有超過一百九十間商店食市 可以滿足住戶日常生活所需 交通配套方面 惠南出入主要依賴巴士 項目鄰近長亨巴士總站 那裏設有不少巴士和小巴路線 可以前往佐敦、藍田、尖沙咀 以及荃灣等地 青衣位處於雙線、東沖線和機鐵線 來往機場和出港島都很方便 約15分鐘左右 而青衣的民生 因為比較多舊式的屋邨 亦都有很多濕貨的街市 青衣有個海濱公園 裏面有條全長2公里的海濱長廊 另外東北公園和青衣公園 可以給區內的居民休憩之用 另外如果喜歡親近大自然的話 我們青衣在條青衣自然教育境 項目附近亦都設有寮土路遊樂場 那裏設有五人足球場 以及長者健體設施等等 住戶可以在這裏做運動 強身健體 再次見大家 別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